有没有感觉天火前辈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萧炎察觉到了天火尊者的异样 自从他借助云天帝的身体复活后 曾经那逗逼的气质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浑身散发着云里云气的威严 整日板着一张脸 不见一丝笑意 萧炎说不清具体哪里不对 只是感觉复活后的天火尊者仿佛变了一个人 那个胖老头的形象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帅气的年轻面孔 在复活之际 天火尊者只有一个要求 即便实力稍弱也必须要帅 作为斗阔苍穹中最具逼格的斗宗 云山出场的压迫感 给众多漫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他那种高逼格的出场方式 甚至让人感觉到 他已经明明散发出了大地的威严 仿佛斗地出场也不过如此 而小一仙觉得天火尊者在复活后 之所以变得与以往不同 是因为长相原因 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胖老头 他拥有了云天帝的身体 所以自然也有了武相包袱 天火尊者似乎在尽力 模仿云山生前的态度 高冷猖狂 目中无人 他首次出手便展现出 那种居高临下的姿态 这让萧炎有种云山复活 在自己面前活跃的错觉 每当他站在萧炎身后 总让人感觉他随时可能给萧炎来个被刺 给萧炎甩出一记空间绞杀 那可就有趣了 建议给云天帝做个随体扫描 以确保安全 一个是从未有过的强大 一个是前所未有的帅气 动漫中的天火尊者显然钟爱耍帅 看来云天帝的猖狂已经在酝酿之中 另外 斗魄最新一级的画面质量显著提升 与冰河谷的一战 无疑将成为此次年番的爆点 仇人相见 萧炎的眼神中透露出无法掩饰的杀意 他连续施展天火三权变 仿佛已经提前为物不法判下了死刑 然而 这仅仅是开始 接下来将迎来薰儿的高光时刻 只可惜他身边两大斗尊保镖 形象建模稍显不足 甚至不及四方格的那几位 当然 挑不点更期待动漫能将云天帝的猖狂 融入这段剧情 对此 小伙伴们有何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